目前全台灣 大家有四十間學校有四學校 今天董博團體特別頒獎 給其中的十間學校 這學校因為可能是流浪港 在這裡是狙特圈頂頂 現在在學校受到很好的照顧 也請做學校生命 教育的祖堂 新北市安家國中的學校 考慮和學生生做會 十一檔從流浪到安家國中 找無主人 學校落後的決定 讓考慮流下來 也讓他倉屋 有很多學校活動 吃醉學生跟老師 審命教育的祖堂 因為大家都必須要幫忙 因為校園 他不是屬於誰的狗 你幫忙顧他的吃飯 你顧他的醫療等等 反而讓我們有個團隊的精神 只要可樂一出現 學生的注意力就非常的集中 這是我們最喜歡的部分 所以我們覺得可樂是來教育我們的 因為不是所有的家長跟老師 都是支持校權的 而且我發現到這個過程當中的討論 甚至要經過投票 就是一個很棒的校園的公民參與 立法院青山來了很久了 他們是顧學校的學生 董博團隊的這天 頒獎給他們的學校 把學生跟四名高校 做很好的配合 雖說這些學生都是很辛苦的案例 不過學校遲到有很多問題要去學 不是每一間學校都可以發起 像比如說有些收入所為了輸解收入所壓力的時候 他們剛好學校又需要流浪狗來做校權的時候 他們這個過程的媒合會花一些時間 就是說很多家長說 那小孩子 然後那個小 會不會影響小孩子上課 那哥哥有傳染疾病 怎麼等等 學生做學校四名高校的主角 不過也有問題需要去學 農委會主委 當中在現場宣佈 只要學校願意推動校權各位 所有經費都由農委會負責 目前大概有四十間學校有校權 農委會會跟教育部合作 跟各位推薦到更多學校 記者跟各位觀點有關 台北報導